高雄市長韓國瑜15號 在漁林造勢 他痛批禁用巴拉翼 對農民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對此農委會的主委陳其中 今天表示 希望韓國瑜把所有農業政策 能夠弄清楚一點 不要直接批評 而且他還舉例 自己的父親 就是因為使用巴拉翼 不小心噴到眼睛 眼睛差一點整個挖掉 希望韓市長可以把所有的農業政策 跟重要的措施完全的了解 我們絕對是站在農民的角度 而不要因為沒有了解 就直接批評 要高雄市長韓國瑜 再去弄清楚一點 因為韓國瑜15號 在雲林造勢場 痛批政府禁用巴拉翼 對農民不友善 巴拉翼 現在禁止 對整個農村農民造成多大的影響 造勢場和韓國瑜大談 巴拉翼議題 想要為農民發聲 但陳吉仲聽了 還舉自己的父親為例子 說自己的父親 就承受到巴拉翼的傷害 我爸爸自己就使用巴拉翼 噴到眼睛差點整個眼睛挖掉 這個對農民當然是一大的一個傷害 被農民使用在除草的巴拉翼 因為是劇毒沒有解藥 過去曾經發生農民喝巴拉翼輕生 專家透露20%濃度15CC的巴拉翼 勿食就能導致器官衰竭 即便是局部沾腹也會導致黏膜受損 因此部分學者也不贊成繼續使用 這個藥並非無可替代 它事實上有其他的除草性 安全的藥物來取代危險的藥物 那保護農家跟農民的安全 政策的一個評述 如果是從所謂的政治的角度 那我想所有的消費者跟農民都會看得到 陳其中也強調禁用巴拉翼是國際趨勢 不過也有農民持不同意見 認為禁用巴拉翼反而會帶來一定的困擾 至於高雄市長韓國瑜 17號臨時北上立法院 則沒有再提起巴拉翼 好 這一陣子有一些農業話題 當然都很受到社會各界的矚目 除了剛才提到的巴拉翼的禁用的問題之外 還有最近台灣有一個害蟲 叫做秋行軍蟲 事實上上個星期五 我們也已經討論過秋行軍蟲了 那上個星期我們有訪問一位農友 他覺得秋行軍蟲搞不好在台灣 已經好幾年的時間了 只是可能之前我們都壓制的比較好 沒有讓他整個就是爆發出來 但今年看起來好像這個病害的狀況很嚴重 因為截至昨天6月16號為止 秋行軍蟲在台灣已經累積了65例 然後就是在雲林 這個比例是最高的有12例 所以星期六 你還記得我們在雲林 這個韓國瑜伽造物市場合的時候 事實上張家俊 就是雲林縣當地的前立委 他就已經講了全台的秋行軍蟲肆虐 但是他覺得行政院長蘇貞昌沒有站在農民的身邊 所以放任了這個秋行軍蟲到處的在作亂 然後他只想著打壓韓國瑜 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張家俊說 所以就行政院的部分中央的部分 沒有在好好的控管這個災害 那你也可以看到6月11號的時候 是蘇貞昌在自己的臉書上 就PO出了秋行軍蟲 當時他還特別講了一個中國的秋行軍蟲 那他也成立了災害應變小組 然後可用藥的疫區 幫助農民來噴藥 不適合用藥的 他就要銷毀農作物 然後給予補償 秋行軍蟲到底是哪裡來的呢 為什麼要叫它中國的秋行軍蟲呢 事實上農委會在6月10號的時候 有最新的這個聲明了 他們的這個說法是說 因為台灣目前發現的秋行軍蟲 吃的都是玉米 清歌的玉米 所以他推斷這個秋行軍蟲 是從中國隨著西南汽流飄來的 因為如果是從越南來的秋行軍蟲的話 偏好吃水稻 但是目前台灣災害比較嚴重的是 在玉米的部分 農委會也說了 秋行軍蟲一旦侵略台灣 如果整個肆虐起來的話 恐怕會造成每一年有35億的農損 好 這就提到了說 農委會判斷 目前這個危害的秋行軍蟲 是從中國來的 是跟著西南汽流來的 可是真的說到西南汽流的話 我們可能也要看一下 這個是氣象專家 真的非常資深了 大家都知道李富城 李富城在6月14號的時候 他的臉書就PO了 他說農委會應該要先問一下氣象局 西南汽流是怎麼吹的 不懂 不要亂說 西南汽流是從東沙島的方向吹過來的 所以李富城也質疑說 他覺得秋行軍蟲 可能跟西南汽流沒有太大的影響 不過這部分我們真的要問一下專家了 秋行軍蟲 台大昆蟲系的教授楊平氏 楊教授 現在在我們的視訊線上了 在我們的電話線上 嗨 楊教授 武安 你好 主任好 大家好 楊教授 這個秋行軍蟲 我們先問一下好了 到底在台灣是不是已經 早就已經發現了 還是這一次是突然從中國飛過來的 或者是他是不是真的跟著 西南汽流過來的 這個部分可以先幫我們解釋一下嗎 海從中國或者從中南半島 這樣整個水在西南汽流過來 在過去有的例子 就是最明顯的水道上面的合肥師 當時農事所鄭清泛鄭祖孫 已經退休了 他當時也在做高空撥望 還有日本人的專家 他們也在海上 就是在台灣海峽整個船上面 也裝了大型的網具 再補多一些昆蟲 他裡面也有抓到合肥師 也有抓到一些鵝類 所以鵝類隨著氣流 然後進入到台灣 我想這不是新聞 所以一直都有 這一直都有 所以到底是什麼時間進來的 因為在台灣現在總共只有 好像只有三個縣市還沒有發現 其他每一個縣市連離島都有 所以會不會說在去年他就來了 還是說今年才來的 這個當然是沒有實驗 是會有些正義 但是我是覺得說很可能 因為一下子就每一個地方都有的話 我的推測應該是不是今年才到 很可能去年他就已經來了 但是可能還在緩子吧 所以我是這樣子預估 但是不知道 因為這個必須要有些實驗才有辦法 但是我是按照自己的經驗這樣子判斷 但是進來是沒有多久沒有錯 但是發現到了要馬上處理 這也是對的 所以黃檢局農委會 他們現在在處理緊急防治 什麼地方有馬上用藥劑把它壓制下來 然後把一些技主植物整個產掉 那拿起來這都對的 這完全沒有什麼做 老師可以請問一下 就是農委會說現在在台灣發現的秋行菌蟲 比較喜歡吃玉米 那如果是從越南飄過來的秋行菌蟲 比較偏好吃水稻 這個部分老師您判斷也是這樣嗎 因為它的技主植物大概有353種 是蠻多的 但是哪一個品系喜歡吃什麼 哪一個品系喜歡吃這個 這個必須要有一些實驗來做證明 當然因為它是國外的蟲子 是美國 然後不知道什麼原因到中國去 然後不知道什麼原因到印度去 當然因為現在的貿易往返很多 那有一些食災如果控管不是很好 它可能也會隨著這些船舶 或者是飛機什麼這樣子帶都有可能 但是它到台灣來的 當然我們大部分專家 就是認為它是隨著汽流過來 那過去因為也有這樣的例子 過去也有賀飛斯 還有一些在海上的一些船上面 裝著那個高空補網 因為我們用旋轉的在抓 也都抓到類似的 類似的東西 當然不是這種球形金蟲 但是像我們有一些有蝴蝶 甚至會坐船從中國到基隆來的 這個也有 有一種入侵 荒環蝶 荒環蝶那個是直接坐船過來的 就是因為船上有燈 飛過來跟著船就進到基隆港 然後慢慢在台灣各地方分布 這個都是都有的事實 所以荒環蝶的部分就是經常要做 連船隻上面的那些檢查什麼之類 其實也要做了 所以荒環蝶現在他有用掛 掛那個飛鑰蝶的那個trip 其實船舶上面或者是 船舶附近的那個一些 一些港口 現在還有包括機場 這些當然都要做 而且要全面式的 全面性的 本來說換500個 500個我覺得抓到的比例很低 那就必須要增加了 增加飛鑰蝶 飛鑰蝶是不是很適合 是不是按照配方配出來 是不是真的是 對這種秋行中有用 那個當然也必須要研究來證明 所以研發的部分還是要加強 好 謝謝台大國文球系的教授 楊平氏 楊老師 老師研判這個秋行軍從 搞不好在台灣不見得是今年 搞不好去年就已經來了 只是之前可能還沒有爆發出來 還在繁殖 所以眼下最重要的 當然是要先控制疫情 因為其實中南部 其實全台各縣市 幾乎都已經出現秋行軍從了 開始損害玉米田了 那會不會進一步 連稻米田也通通 一起栽損下去了 持續要關注 所以中央如果還是繼續的用 什麼所謂的中國秋行軍從 來看這件事情的話 恐怕真的有點太反政治化了 對不對 現在應該是控制疫情最重要 另外今天在立法院 好像有人假期動員了 為了什麼事情 立法院其實開了很多的臨時會 幾乎每個會期都會開臨時會 這一次臨時會 重頭戲就是要公投法 要讓公投跟大選要脫鍋 因為去年的1.124裡面 公投跟大選綁在一起 被解讀說 好像對民進黨的選情是非常不利 尤其是何能的公投方面 這方面對民進黨衝擊是很大 所以今年現在民進黨 幾乎是雙保險 強行通過了公投會的 中選會的主委的人士 另外一方面 在今天也要來通過公投的修法 也希望說這個2020年的大選 絕對不會再重演1.124去年的 這種狀況 所以它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 民進黨立委蔣傑安提出的版本 第一個就是公投連署 要付身分證的贏本 為什麼付身分證贏本 會比較大的問題 是因為一般連署 如果跟你說你要身分證 你會不會猶豫一下 會不會覺得有個資 因為如果我在上面只是簽名 或寫上自己的身分證字 我覺得我意願會比較高 但如果你還要我套身分證出來 幫你引印的話 我可能就不太願意 對 我覺得這個就是增加 公投連署的難度 不過民進黨立委聽說 他們好像也不太堅持 因為覺得這個真的是爭議比較大 影響到人權個資的問題 第二個重點就是 他們訂了一個公投日 兩年一次公投 然後規定在每一年的8月 第四個禮拜六 再進行公投 所以之前原本是說 大選跟公投不可以同一天 不過他現在進一步 把你限縮兩年辦一次 而且集中在每一年 每兩年的8月 所以就是所有的公投案 就是在每兩年 就是這兩年要累積累積 然後一次辦這樣子的意思嗎 但重點就是跟大選脫鉤 所以民進黨要脫鉤就這樣 可是之前要跟大選掛鉤 不是也是民進黨 這個執政的時候修的嗎 其實公投法是民進黨人士裡面 花了一輩子的心血 你記不記得蔡同仁有外號叫什麼 蔡公投 包括呂秀蓮 她也是花了一輩子的心血 來推動公投 因為公投有直接民選的這種概念 是他們一輩子想要的權利 可是現在反而執政之後 就開始限縮了 所以以前蔡同仁都笑說 現在我們的公投是鳥籠公投 不過現在國民黨立委說 現在可能比鳥籠公投還糟 變鐵籠公投 是鐵籠公投 所以民進黨現在有讓步 說連署副身分證的部分會拿掉 可是現在大家就覺得有雙保險 通過了中選會的人事案 李敬勇之前一上任的時候就說 因為公投太多了 中選會能量不足 要從源頭來減量 可是大家都質疑 你能量不足 應該是補充你的能量 你怎麼會自費武功說 這個我辦不成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脫鉤 這種說法大家不能接受 現在直接受到影響的 就是以和養綠這個公投 這個公投其實也是 大家很多關心 而且是民眾高比例的 支持這樣的公投 這樣的一個提案 不過民進黨現在就是看到說 這個公投可能又要衝擊 他們明年的選舉 所以現在想辦法把這個公投 用任何這種方式把它擋下來 就不能在明年的1月11號 一起投我的意思 我們現在也視訊訪問到 以和養綠的提案人黃世修 世修你好 哈囉 世修 嗨 世修的訊號可能 今天不是很理想 沒關係 我們先解釋一下 就是黃世修今天開始絕食了 養綠 對 他從 不知道是昨天還是前天 他就開始絕食了 他其實上一次 這個公投被卡關的時候 上一次選舉的時候 他就絕食過一次 那時候也是用各種方式說 他們不可以再補送這個 什麼連署書 可是翻遍的法條根本沒有這一條 所以最後還是讓他們有順利的 補這個劍 不過也打了官司打了很久 我們現在視訊又回來了 黃世修 世修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現在在李恩修委員辦公室 在看議場內黨團協商的 請 嗨 對 世修 那你現在立法院 修法狀況是怎麼樣 是不是會強行表決通過 哈囉 有聽到嗎 喂 有聽到 但是就是會有點Lag Lag 還是我們請工作人員用電話 喂 有聽到嗎 喂 哈囉 我們改用電話 我們改用電話 請世修等我們一下 稍過一兩分鐘再回來 對 我們來打電話 那個 剛剛看到的就是這個 黃世修公投 這個反 這個乙和養綠這個案子的 他們就是從6月15號開始 又在立法院外 發動這個絕食 其實我們剛剛有講到說 這個蔡公投 就是花了一輩子的時間 想要通過這個公投法 好不容易讓這個公投法的 這個門檻已經下修了 但是沒想到 民進黨執政之後 反而要讓公投變得更難一點 所以 所以投身在公投 一輩子在推動這個公投的 呂秀蓉 他就非常有意見 他覺得這個連署的時候 怎麼可以付身分證 這根本就是侵害人權 他們也認為說公投 就是應該跟大選綁在一起 這樣會比較方便 而且他們覺得 不應該由中選會來處理公投 因為可能會再有這個 不夠專業的問題 所以他覺得應該要設一個 公投的專責的機構 來處理公投這件事情 所以公投這件事情到現在 可以說是越演越烈 我們現在電話再連線到黃世修 世修你好 是 你好 我是世修 不好意思 剛剛網路訊號怪怪的 沒關係 世修可以幫我們講解一下 現在立法院的 這個議事的處理狀況是怎麼樣 是不是會強行通過他們的版本 是的 我現在正在那個國民黨 李彥秀委員的辦公室 然後看他們這個議場內 黨團協商的這個直播 那目前他們是正在處理這個 對於香港反送中運動的 這個立法院的聯合聲明 那預計在這個聯合聲明 處理完之後 接下來就要協商公投法修正 草案的條文 對 目前情況是這樣子 世修 那按照你現在草野的這個 協商的狀況啊 是不是最後兩大爭議 包括負身分證 或者是每兩年舉辦一次 這樣的這兩條都會過嗎 從昨天晚上 柯建民總招的回答中 他說身分證贏本這一條 應該會拉掉 但是我認為這個叫做 假讓步真偷渡 因為身分證贏本這件事情 他就好像說 原本他要強暴你的隱私權 現在他說的話不強暴了 難道我們要卸阻隆恩嗎 原本這件事情 就不應該放進去 可是他這樣表現上做出來說 他好像要讓步了 所以在野黨 國民黨你不要去刁難 那至於公投綁大選這件事情 蔣吉安板是直接的脫鉤 兩年才辦一次公投 那我就必須要請問一下民進黨 你現在都把身分證贏本 這個拉掉了 那如果累積了兩年 那如果公投的提案到15案以上 那請問你兩年後 2021年的選務要怎麼辦 你們口口聲聲說是因為選務的關係 所以才要修法讓公投脫鉤大選 可是你們卻製造了一個公投選務上的災難 你們修法邏輯是完全是相反的 你們只是想要讓今年在推動了這個 核四的公投 無論是重啟核四還是廢止核四 你們想要把所有核四相關的公投全面的封殺 就為了蔡英文一個人的政權的保衛 卻剝奪掉了台灣民主的權利 那我今天早上的時候 在跟李副總統開記者會 出來我遇到民進黨團的書記長 曾孕彭委員 我也質問他說 蔣吉安板兩年才投一次 第一個如果累積超過15萬以上 選務怎麼辦 第二個如果遇到緊急性的議題 例如說去年的這個反核實公投 核實開放的議題 或者是美豬開放的議題 如果民進黨要強行的通過 難道這些東西流到市面上 人民吃了兩年之後 才能夠公投來制止政府嗎 這當然是不合理的事情 但是今天早上 書記長這個鄭英文委員 完全不敢回答我的問題 他就匆匆忙忙的說 他等一下還有事 然後就躲進電梯裡面了 那當然我也看得出來 他受到蔡英文總統很大的政治壓力 尤其在蔡英文總統初選也過了 所以黨團的幹部 也都要選邊站了 可是我真的必須說 像這樣子 用黨議踐踏民進的委員 尤其是區域的立委 到時候在第一線承受的是 最直接選民的反作用力 這真的對於民進黨立委來說 你們自己思量看看 這真的是一件好事嗎 師兄 那接下來怎麼辦 萬一今天這個表決 真的強行通過 那我們這個以和養綠的公投 難道真的要等到2021年的8月 第四個禮拜六再來投嗎 很遺憾的似乎是這樣如此 因為今天早上那時候 鄭英鵬委員也口頭透露了 下午就要強行的表決 中午他們開完了這個程序的委員會 已經把公投法排進去了 那現在時間是下午3點多 然後他們現在還在協商 可能協商完之後 就要準備進行第一次的表決 而公投法就算討論 已經放在第一順位要表決了 也就是說今天可能今晚之前吧 我們公民投票的權利 這個民主的權利可能 就要被民進黨永久的沒收了 我們會感到很遺憾 那我這一次的絕食的抗議 那我也必須說 如果三毒強硬通過了 那我也要準備把這一股動能 轉換為下半年的選戰 以及2020年之後 我要這樣讓這一些 剝奪台灣民主 沒收台灣人民投票權的 這一些立委付出代價 尤其是民主進步黨 我其實非常尊敬很多 從黨外運動時期 就為台灣民主奮鬥的這些前輩 他們花了一輩子的心血 就是為了爭取公投的民主 而公投最重要的兩大議題 剛好就是民進黨的神主牌 一個叫做核四 一個叫做排毒 那你現在把公投 完全給封殺掉了 那你不就等於說 把過去這些前輩們 耗了30多年的心血 就為了一個核四公投 這件事情完全的抹煞掉了嗎 那你們這些 現在民進黨的掌權者 你們還對得起民主進步黨的 這個最基本的創黨價值嗎 而且你們是在剝奪台灣人民的投票權 所以我今天在中午的時候 我也在群銜樓前 召開一個記者會 我也說了 如果民進黨真的把公投 沒收脫鉤大選 我在明年的1月11日那一天 我一定會全力的宣傳 今天英式核四公投日 是民進黨沒收了人民的投票權 因為那一天不是公投日 所以我在那一天宣傳公投 是完全合法的 而且我要讓這些民進黨立委知道 你們沒收了台灣人民的投票權 我就在投票日那一天 光明正大的這樣喊 我們就來讀讀看 而且在2020年之後 你們現在把核四公投 要丟到2021年 假設蔡英文總統 你真的怕輸改規則選到贏 你初選這樣做 公投這樣做 大選也這樣做 好 你就算真的連任了 我一定會讓你 連任的第一年之後 2021年非常合四公投 會讓你民進黨政府 永遠的跛腳 蔡英文政府 你到底要不要賭這件事情 我們就來玩 我們黃世修 跟我們所有的志工 還有所有支持以和洋律 甚至是支持 廢除核四的那些反核團體們 他們也是強烈的不同意 民進黨這樣摸脫公投的行為 所以當我們反核永和團體 全部都可以放下自己立場 都為了台灣民主 在奮鬥的時候 當我們看著香港的司法 因為送中條例而受到質疑 現在香港的立法會 言後二讀 香港的特首承諾暫緩修法 難道我們台灣的立法院 做不到嗎 難道我們台灣的總統 做不到嗎 那請問我們台灣的執政黨 民進黨你跟共產黨 有什麼兩樣 2020年之後 所有的選舉規則 都被你改到 只有你民進黨能夠選贏 請問我們跟中國共產黨 有什麼兩樣 那我們不需要討論 一國兩制的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就已經一國一制了 民進黨統治下的台灣 跟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大陸 是一模一樣的安置獨裁的政權 我是覺得非常非常心寒的 好 謝謝師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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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寡重身體 還是要保留一點體力 因為在絕食 另外就是立法院的臨時會 除了處理剛剛黃師兄 提到的公投的議題之外 還有就是要通過四位大法官的提名 所以今天總統府的秘書長陳菊 就帶著四位大法官 到了立法院來拜會各黨團 現場的最新狀況 趕快請記者譚一輪告訴大家 好 主播各位觀眾 總統府的秘書長陳菊 今天下午是帶著四位的提名大法官 來到立法院的黨團來進行拜會 不過除了國民黨團是拒絕見面之外 其他黨團都有順利見到面 不過今天早上 高雄市長韓國瑜也到了立法院這邊 來為了登革熱來討經費 這個陳菊過去也是高雄市長 就被問到這問題 他有這些說法 你聽他怎麼說 很緊急 我們都是動用我們第二億倍金 他說現在都沒五千 怎麼會 每個市長 每年大概的第二億倍金 大概會有五億吧 三到五億的第二億倍金 當然我覺得 中央對於地方登革熱的疫情 也會全力支持 好 你可以聽到 大家是問到這個陳菊 陳菊說其他過去都會先動用 第二億倍金大概三到五億元 所以對於韓國瑜說 高雄市府沒錢 他說怎麼可能 那他也被問到說 對於這樣北上突然來拜訪這個立委 是不是適當呢 這個陳菊是說 他過去都會先告知 免得是沒有禮貌的狀況 以上是目前掌握情形出播 absolutamente晴巧 完成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